请进 你有空吗 有事吗 我想跟你聊一下 啥事啊 五分钟够不够啊 我想分手 像辞职一样提分手 为什么 我想了很久 我实在是太累了 你这话说的 谈恋爱哪有不累的 来坐坐坐坐下说 我觉得这样吧 我给你放几天假 你休息完回来咱们接着谈 不是放假的问题 这段恋爱关系 对我来说投入产出比 实在是太低了 低吗 我每周陪你吃两次饭的吗 这就够了 你知道现在恋爱市场上 都什么行情吗 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呢 我们东亚人 连谈恋爱都要那么卷吗 跟那些没关系 主要还是我个人的恋爱规划 你什么规划 我查一下你之前email 我们家里人 不想让我在外面谈恋爱了 你都几岁了 个人规划这种事 还要听家里的 他们给我找了一个对象 很稳定 你才几岁啊 就要求安稳了 那种周久晚五的铁婚姻 真的是你向往了吗 向往的 你这是带情绪了 我说过很多次 不要把情绪带到恋爱中来 另外呢 我也不想再过那种随教随道 连休息时间 都要被你打扰的生活了 我哪有 干嘛 睡了吗 没睡啊 那太好吧 我想跟你聊一下旅游的事情 你电脑在手边吗 把你电脑打开吧 我跟你对着邮件讲 而且我也感受不到你的respect 每次都是你说几分钟就几分钟 我哪有 我想跟你聊一下 啥事啊 五分钟够不够啊 还有吗 还有的 我觉得呢 在我们的恋爱 OKOK 提出问题大家都会的 重要的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Solution 你有吗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呢 我还是很感谢你对我的关照和信任的 跟你谈恋爱期间 我也确实学到了很多 但是我看不到任何上升空间了 现在外面跟我同龄的 要么生做人父人母嘛 要么出来自己单干了 你这个恋爱港还是另外找人吧 你呢 年纪还小 有焦虑 有迷茫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我也是从你这个阶段过来的 虽然眼下你的回报有限 但是你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 对吧 还有你的这个生辰八字 我和我们家里人都是很认可的 只要你肯静下心来踏实谈 将来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比如呢 我们现在呢 还在起步阶段 但是等未来 我们谈的大了 谈的深了 结婚 半久 养小孩 这些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这种饼我吃不下了 你呢 年纪不小吧 现在大环境不景气 你是知道了吧 恐婚恐欲的人很多的 你这个年龄在市场上 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你知道吗 你这边有任何的诉求 咱们都可以聊 但是你突然甩一句 分手吧 这种我觉得不是很负责人 对 我知道 分手应该提前一个月提出的 我这边可以谈到月底 等你找到新人了 我会负责交接的 你这样拍拍屁股一走 之后履历上 每段感情经历不到两年 正经人家根本就不会考虑你的 不瞒你说 我其实呢 一直有在那种 左滑右滑的APP上面 更新自己的资料呢 我就知道你有新offer了 你这样我可以去你爸妈那 重彩你的你知道吗 我只是习惯了 每过一段时间 把自己放到市场上评估一下 看一下市场反馈什么的 基本的恋爱道德 我还是有的 反正你再想想吧 我跟你说实话 你现在分了 对你没有好处 找对象的黄金时期 是金三银四 最好是过完春节再分 你现在分了 你情人节礼物都拿不到 我还是想休息一下 我从大学没毕业 就开始谈恋爱了 我真的累了 但是如果你这边 有需要帮忙的话 我可以帮你内推 我觉得你的奶茶搭子 小群是不错的 小群不行了 我试过 他在提供情绪价值能力上 给你比还是差一点 真的很抱歉 我确实是能有限 那我先去找你爸妈 同步一下吧 你懂不懂我们圈子不大吧 我只要发一条朋友圈 以后你在这个圈子 都别想谈了 你威胁我 我刚才都录音了 只要我把这个录音 往朋友圈里面一发 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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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至于吗 行不行 那这样 那就谈到月底好吧 月底之前你帮我 顾色一个新的接班人 嗯 真的很抱歉 那你先晚上还来我家吗 去去去 月底之前都去 好 准备好了吗 嗯 好 傻吧 他干啥